我希望我能成为酷孩子喜欢的人 用音乐可以让世界更近一点 绵薄之力 我是Lexy德博鑫 是一名音乐人 2029群演那是我的第一次群演 我是我一个人solo登台要演完整场 而且大家跟我有很多互动 我是从来没有想到的 我是从来没有想到的 你好 大家好 好憋啊 我喜欢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一些比较萌的东西 我喜欢一个人写歌 所以我才能够放得开 我就能够不停地就疯了 就是这里是麦克风 就是整个人进入到这个情绪里面 才能够通过话筒去传进去 所以经常会有点抑郁 不过抑郁是比较激发我灵感的东西的 然后再一个是我听歌 我听歌确实是听的真的挺多的 从小学自己上学放学开始就自己就听歌 初中高中不准听歌 我也就是把耳机这样塞到这个里面 然后用头发挡住 然后听歌 当我对音乐的了解更深了之后 再回去听Veli Gaga 再回去听Michael Jackson 再回去听这些人 我发现他们做的东西 其实拿到十年以后 基本上十多年以后 依然是很精致的 就是绝对没有过失的 我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目标 就是说 我自己做到的音乐 也不是说只有在当下是被认可的 希望能够在之后也会是不掉队的 赞利品 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走那么远 我觉得就秉着一种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就上去了 进入了战斗模式之后 其实就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怕谁 或者不该怕谁 就把自己想表达的就表达完了 那就好了 我是当时特别想要做一首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找到合适的B 但是当时有一个B就被发过来 我一闭上眼睛听到的就是 荒漠战场战马斯明 然后我就想到了木兰 其实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形象 就是谁说女子木兰 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有些地方我觉得和我还蛮相似的 就比如说背景离乡 然后去外地闯荡 我想为自己 然后为身后的人去奋斗 这样的经历 就经常会有人问我说 你觉得你身为女rapper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感觉被冒犯 作为女rapper你有什么优势 就感觉好像是一个特殊群体一样 就比如说就感觉好像 因为你进了你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 一个节目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女孩子 去维持她的一个可看性或者怎么样 但是她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女生 在这个节目里面 所以我就在六进四的时候唱了木兰 但是很可惜的是 大家并没有关注这首歌本身 而是去讨论这首歌的结果 然后去说一些 比如说觉得我用太多 奥特兴的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重点放错了吧 我觉得花木兰这个人物 其实真的在我很需要 一些潜力来鼓励自己的时候 我经常会想起她 因为我也有在异乡一个人奋斗的经历 那是我人生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过年 我当时第一次过年没有回家 她在韩国生了一场大病 就扁桃提化弄 就是痛到就根本讲不出来花上一遍发高烧 然后我妈就过来陪我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宿舍里面 两个人一晚白昼过了一遍 有很多这样的有梦想的孩子 就是入住一次 我妈就一直就很质疑 说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 和这么大的资本去投进这一张专辑 要拿这么多的钱去做音乐 他们其实可能不太懂 做音乐需要的一些cost 会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只要做高品质的一些东西 会比较贵一些 我也很想赚钱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对的时候 我没有想着说靠这一个比赛 而去赚满我这一辈子要花的钱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魔鬼鱼或者孟加拉猫跟我比较像 我是特别爱去海洋馆 我喜欢去看福分 我每天就去看福分 他们在水里面游泳的那种状态 给了我很大的灵感 然后我就最近又写一首歌叫 魔鬼鱼 我家有一只孟加拉猫 它长了一身就是 像小豹子一样的纹路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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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喜欢在家里面很高的地方握着 就像一只小老虎 挺有野性的 然后也比较活泼 比较有攻击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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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倔得很 但是她有时候经常会很忧郁地看着窗外 反正就特别像我 最近我感觉比较焦虑 当我把这个焦虑表达给我的朋友们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哎呀这么年轻你焦虑什么 因为做音乐其实很伤神的也伤身体 就每天就怨气伤你 每天就熬夜啊什么的 可能也就不太规律 身体会不太好 然后再加上如果以后要训练之类的也会特别累啊 而且心累主要是 会想很多事情 然后晚上一睡不好觉 我就很担心我以后到底会怎么样 我说我才20岁 我就已经这样一个状态了 所以我在坚持健身的原因 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 让我的身体不是那么的 就是丧失它的功能 这些都是为了我爱做的事情 就是为了我的作品的一些牺牲也好 也是我该付出的代价也好 这都是我愿意去做的 i'ma be the only one that's gonna do it do it right now i'll be always on my own i'll be tryna ride in the city back in China i'll be tryna play some bad little vibes i'ma keep i'ma keep